我們來討論平面上直線的點向式 就是說在平面上一條直線 我現在給這條直線一個滑線方向 所謂滑線方向就是說 跟直線互相垂直的方向 可以這個樣子也可以這個樣子 只要垂直就可以了 然後再給一點 這個滑線方向代表直線的方向 然後再給一點 就是說直線通過一個固定點 而且他把線方向移植的話 那這條直線我就可以決定 那怎麼決定 這條直線如何表示 我們現在來看 我就在這個直線上 這是固定點 定點叫SY0 我在這條直線上的話 找到動點 我這個動點是任何地方都有 任何地方都可以 我這個動點的話 是在這直線上隨便走 那這個動點的話 滿足什麼樣的關係事 滿足這樣的關係事 我這兩點的話 可以構成一個向亮 好 因為這個向亮 跟這條直線互相垂直 所以這個向亮 就跟這個 它就互相垂直 也就是說P0 P 那跟什麼呢 跟這個反向亮 就是互相垂直 那互相垂直的話 我取內機呢 就等一點 這個等於多少呢 這個是等於 這個是等於 這個減這個是 X-X0 那Y-Y0 那這個的話 這個的話是 A-V 那我現在 兩個取內機的話 會等於0 我一取內機的話 這A X-X0 那這多少 Y分量 V乘的多少呢 Y-Y 等於0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什麼呢 這個直線的點向式 我給一個固定點 給一個法線方向 那我就可以決定 這個什麼呢 方程式 不過通常的話 我們呢 通常不是帶這樣的公式 我們通常會怎麼做這個問題 我們通常會這樣做 就是說 它給你一個法線方向 你馬上把這個直線方程式的形式寫下來 我看到法線方向 那我就可以把這條直線 寫成這個樣子 A-X 加上V-Y 這個代表什麼呢 代表法線方向 等於K K的話 是帶定長處 你寫這樣的意思是 什麼意思呢 就是代表 這個直線系 就是說 跟什麼呢 跟這個方向 相互相垂直的 這些呢 直線 就代表這個 這個是代定長處 這個的話 如果是任意長處的話 一個長處代表一條直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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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你就令這個直線 是這個樣子 K是代定長處 到底是哪一條還不曉得 然後你再把什麼呢 這一點給帶進去 就可以決定這個K 那我現在把它帶進去 帶進去以後就得到什麼 得到A-X-0 加上V-Y-0 這就是K 所以K就算出來了 K的話就等於 A-S-0 加上V-Y-0 這個方程式跟這個方程式 事實上是一樣的 我把它展開來的話 這是A-X-0 加上V-Y-0 然後A-X-0 V-Y-0 這是負的 移過來變正的 等於A-S-0 加上V-Y-0 這就是K 就這個 所以這兩個的話呢 是一樣的 不過我們在算的時候 有時候為了方便 我們都是這樣設的 好 那 通常 一個 一個直線方程式 我如果選擇這樣的形式的話 加C 那這個我們叫做 一般式 直線一般式 那這樣一看的話呢 我們就馬上曉得說 這個就是什麼呢 直線的法項量 好 那 它的協力也很容易求 它的協力 如果V不等於0的話 V如果不等於0的話 它的協力就等多少呢 協力就是等於那個 V-A 那這個就是 這個直線的 這個點向式 點向式的話 事實上是一般式的形式 這個點向式 能行走 這個點向式 這個點向式 有機會